雙北疫情警戒升三級 全程緊繃 民眾人心惶惶 17號要面對的 更是升級後第一個上班日 面對著百人起跳的 每日確診案例 該怎麼出門上班 又能不能搭大眾運輸工具 成了民眾最優心的問題 算是人口流動 其實就是你要來來玩玩 對你這種東西是防不勝防 升級首日 中央說照常上班 但病毒四伏 讓人卻步 有民眾就爆料 14號石牌國小 有血統家長確診 但校園仍繼續教室真事 等到隔天才將校園消毒 不知情真事的老師 覺得自己身陷危機 而更多的上班族 擔憂的也就是這 可怕的隱形傳播者 不少民眾一樣 憂心忡忡 因為15號中央說正常上班 16號卻馬上改口 政策大轉彎 兩天內說法南園北撤 不只民眾無所适從 更有專家直言 大台北共同生活圈範圍大 人口交疊多 三級警戒繼續上班 會不會讓防疫破口越來越大 民眾的上班日 恐怕坐立難安 記者社會文章 黃鈺來台北採訪報導